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做很久沒做的彈珠人企劃 中間空這麼久的時間都有持續在尋找 最近終於找到比較正常價錢的 這一盒 CB43毀滅黃金龍 這一盒從我們剛開始做彈珠人的時候 就已經很多人在敲完了 不過這一台在那時候真的是很貴 還好最近網路拍賣終於等到一個不錯的價錢 趕緊下手 這一隻不快是最終BOSS 這個盒會看起來真的是超級帥的 而且也能夠變換三個模式 主要還是這個救急進化的五龍合體 不過我們這次沒有要弄這個 因為我還缺蠻多隻的 主要我們就先把這隻給弄起來 那我們就先來複習一下 這個毀滅黃金龍的持有者是黃龍獅 原本是一位憧憬小翔的粉絲 也都稱他為前輩 但在地下遺跡 被毀滅黃金龍選中之後 整個性格大變 變得非常的驕傲自大 也陷入了毀滅黃金龍的精神控制 之後的劇情一路到結局 都是在跟毀滅黃金龍對抗 可以說這一隻真的是超級強的BOSS機 但他強的因素也還蠻卑鄙的 除了本身可以變換模式以外 居然還可以複製其他龍型彈珠人的力量 最後也是把所有龍型彈珠人的力量裝在身上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救急毀滅黃金龍 但是要使用這個力量呢 相對的龍獅也就必須要完全被黃金龍給控制 最後呢 在四個龍型彈珠人的合力之下 才終於贏過救急毀滅黃金龍 那龍獅也才終於恢復原狀 黃金龍最後也解放了所有彈珠人靈魂 其實這樣看到最後 其實黃金龍也不算是真正的反派 只是大家的想法不同 好那我們簡單的複習完之後呢 我們就趕緊來開箱啦 GO 哇幾乎都是透明色的喔 來我們把它全部拿出來 好的那這一塊呢有四個板件 兩個透明黃 一個透明白 然後還有一個黑色的板件 那這個透明黃的板件呢 看起來還蠻OK的 不會說看起來很霧喔 這個只要後期再噴上透明保護漆呢 就可以再變得更亮 那這個透明白的板件呢 就相對霧了一些 那這個黑色呢 看起來是比較糟糕一點的 上面的水紋還蠻多的喔 那這個貼紙的話呢 比起之前做彈珠人 明顯少了很多喔 這邊最大的數字呢 是24 算上重複的話呢 也不到30張 等一下應該可以蠻快就貼好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先趕緊把這些整模 再一個白色的板件 那間是飛機會 再一件濃烈的 後來再蒔癮 之後再刮一下 剛才用多勾動的板件 就會黄了 一個青色的板件 洞件 我會想會翻裂 平衡 我們留在 空間的板件 我們要因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的模整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宿主起来给大家看看 好 那我们就简单先宿主这个样子 哇 这个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不过因为这个外形是透明的 所以可能会看不太清楚 那现在这个样子呢 是力量模式 就是后面这两块翅膀呢 可以当作一个死力的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翅膀拔起来 装到前面来 这样的话呢 是瞄准的狙击模式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用我们刚刚拿来锁卡榫的这个 它这次呢 除了锁卡榫的功能外 旁边还有两个地方接点 可以来装这个 这样呢 就变成一个弹珠的轨道 这样就变成了连色模式 所以它本身呢 就可玩性还蛮高的 有力量模式 连色模式 还有一个聚集模式 那接下来配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边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黄金龙它整体啊 颜色都是实的 就是它没有透明件的意思 不过它那个动画里面那个金色啊 我这边手上没有漆 可以把它给表现出来喔 所以呢 我们这是用另外一个上色的方法 就是呢 用一些质感的对比 黄色呢 我们保留透明件 然后我们白色这一块呢 我们就把它做半透明 就是把这一层呢 上钻石银或者是珍珠白 因为它那个漆呢 本身就是属于半透明的一种漆喔 然后黑色的话就是有实色 但是这个黑色啊就是不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塑胶纹路喔 所以呢 要把它重新上一色黑色 这样的话呢 就一个透明 半透明 跟不透明的一个颜色质感差别 这样的话呢 再贴上我们的贴纸做点缀的话 整体就会变得漂亮喔 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拆掉 好 那拆好之后呢 我们先来把它洗一洗 来 上沙拉脱水 然后呢 把这些通通都丢进去洗 好 给它泡一下 好啦 take care 接下来把它晾干 铁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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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好帥喔 依照我們剛剛講的呢 這邊是用透明的 然後中間我們做半透明 裡面做一個實色 所以這樣看起來呢 就有不同的質感的表現喔 貼紙上去之後呢 整個質感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那這一次它的貼紙啊 我覺得它的質感也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等一下呢 就直接擺好這個姿勢喔 然後我們把這個呢 拿去噴保護器 讓它這個透明黃的部分 讓它再更亮一點 好的那我們的保護器也已經乾了 這隻呢 就是我們這次所做的毀滅黃金龍 哇從這個側邊看呢 就可以發現它那個形真的是非常的帥喔 一些細節的刻畫呢 都比其他的還要多 我們來轉圈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它的正面 正面呢 是最能夠看出它那個質感的感覺 就是透明的 然後半透明的 跟這個實色不透明的 好我們繼續看它的側面 噴上保護器之後呢 它這個透明黃真的是變得非常的透喔 而且它本身這個套件呢 黃色是非常的乾淨的 所以效果呢是更好的 那它這次的貼紙呢 也真的是夠黏 質感也是非常的不錯喔 跟我之前貼過那些第一代的貼紙 感覺是完全不太一樣 我們拿之前的這一隻 電鍍神威蒼龍來比一下 真的可以看出它的細節刻畫 比神威蒼龍還要多得太多了 那在沒有加這個外掛武裝的情況下呢 我相信啊 這個這麼豐富的細節 就是放在第二季 也絕對是不輸他們的 好了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毀滅黃金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請幫我點個訂閱 點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要不得來賣的 投票 我們要在哪裡 也請問我 我們還可以幫忙 携點個 habl